欢迎锁定今天8月17号 在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新台湾加油 从9月3号开始 一场风暴是不是即将要登场 如果当军工教劳 纷纷都走上街头 如果连国营事业的员工都全面展开了罢工 请问这把火要烧到什么时候 从年金改革 从劳工休假 从司法改革 到空服员罢工 南海仲裁 不当党产 原住民议题等等 新政府的因应措施被质疑 优柔寡断 还是冒进屈服呢 年金改革今天我们大篇幅来探讨 明知所欲 但是根据今天的一个社论的报道 新政府却别出心裁 我们就来探讨所谓的改革委员会 到现在已经进行八次了 明天要进行第九次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当然更值得关注是 林权院场的内阁团队 怎么了 面对劳工休假 罢工潮 怎么风暴 一波波都烧不完 今天告诉观众朋友 台铁声称 劳斯达成共识 就是在中秋的连续假期 加开203个列次 但是呢 这次火车驾驶联谊会 却表达呛瞎不满 退洗抗议 他们呛瞎台铁根本在摆烂 但是真相是什么 也要还原昨天林权 面对公民团体的代表 你看到刚刚是谁呢 詹顺贵 而这位就是台大 公卫研究所的副所长 他是詹长贵 公民团体当面标林权院长 LINE你们都跟我说 没办法 会见这个公民团体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詹长权会说对的事情都没有做出来 做出来的通通都是错了 林权政权到底怎么了 当然要面对的是另外一个摆在眼前 立即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检方正在展开调查跟约巡的过程当中 陆军所谓的CM11战车 昨天在结束演讯之后 为什么反应途中会发生翻覆坠河 引发国人的关注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不要忘了我们的主力战车之一 这个所谓的勇虎式的战车 是台美合作的混中战车 配备是相当稳定的 拥有行进间的射击跟夜战能力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包括了郑继文 包括了张成前雄三飞弹的总工程师 他们独家上火线来进行解读 也告诉观众朋友 史上第一次8月底的汉光演习登场 同时打算风雪碎要6个小时 这个必要性应该怎么看 来一一为您分析 为您邀请到这几位关键性来宾 首先第一位为您介绍 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 李来西 理事长 李长晚安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以及前陆军副司令 吴思怀 吴副司令 各位晚安 好 欢迎吴将军来到我们现场 来 欢迎明想起立法 李军玉大哥 陈君好 大家好 以及陈其迈 大家好 其迈手中有更多关键性资料 稍后一一披露 我们共同来检验 来前时报这关总编辑吴国栋 以及全教总政策研究员吴仲泰老师 大家晚安 好 欢迎全教总的理事长张旭正 张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各位观众大家晚安 观众朋友 包括了张成总工程师 包括了亚太防务杂志 总编辑郑金委 已经来到我们现场 先从第一则大现场来看起 战车翻覆往沙溪 只有驾驶兵顺利逃生 酿成三死两伤意外 国防部长风诗宽 一早低调现身 正在西畔 事导后续清理状况 传出前一晚 风诗宽就到了恒春 抵达营区了解意外原因 掌握战车调话作业 三百吨大型吊车一拉 重达五十吨的战车 终于吊挂上岸 战车翻覆意外 又夺走三条人命 检讨生四起 国庆 战处国庆 高人军事 终成军事 五月二十号开始到现在 短短的不到百日之内 就能够把这个经历的 三四年复杂的问题 能够得到适度的处理 这就会让朋友们 感到非常庆幸 那么我们希望在最晚 最晚 我们希望今年年底 以前能够处理完 必要的一个加班列车的话 我们会积极的去回应社会的需求 那我们也会在人力能够做最有效的运用之下 包括停时这个货务列车的方式 来达到社会这个重要节日的一个成务的需求 好 九月三号开始一场风暴 真的即将要登场吗 我请教师理事长 到目前为止 有人说宣称 你们有十万人军工教老 通通要走上街头 真的吗 我跟各位观众 跟各位来报告 其实这个酝酿不是今天才开始 长期以来这三四年来 军工教人员被污名化 那我们今天会走上街头 实在是一个很不得已的选择 那我们这么多年来 军工教跟劳工 其实都是出于同一个家庭 我们本来就没有分你我 就是市农工商基层社会来的 那为了一个年金改革 为了打趴某一个 被认为是属于 特别党派的知识群众 所以他就污名化这群人 那把劳动者 跟我们的军工教人员 对立起来 然后会用他的所得 用他的工作时间 用他的休假 用他的社会地位 把他对立起来了 那坦白说 我们每个家庭亲朋好友 都有各式样职业的人 本来就不需要去互相比较 因为人比人会气死人 那其实我们依照规定 这样做 依照规定那样做 我们本来就没有违法 可是突然间有一夜之间 我今天不是要谈 民进党政府 或是国民党政府 三四年来 从国民党到民进党 一个样 就是为了达到某一种 特定的目的 把他辽拨起 人民之间的对立 把他辽拨起 我们世代之间的 一个互相的对抗 坦白说我们是本来是一个 非常和谐的社会 一个法治的社会 一个成熟的社会 和谐是最主要的要求 除了和谐 再多的利益 坦白说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和谐 再多的利益 再多的钱财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们很不幸的 我们本来好好的一个职业 按着规定进来 服务了多少年之后 突然间告诉我们 变成肥猫 那坦白说我们这个钱 也没有剥削到哪一个 特定的个人或族群 可是被对立起来了 那我们是三四年来 铺天盖地的一个社会氛围 就是好像我们军公教人员 吃太饱 领太多 然后我们的素质 好像越来越差 对人民的服务的要求 都做不到 那特别是把我们劳动者 现在的低薪的状况 归咎到我们军公教人员 那就这样去对比 从薪资的对比 到最后退休金的对比 坦白说这都是制度的因素 今天国家的经济不好 财政纪律不好 造成我们的一般的 劳动阶级的薪资所的偏低 那你突然间 大家都开始说 退休金制度 那老师领6万8 公务员领5万9 军人领4万9 然后就跳到劳工领1万3 1万6 现在2万3 2万4 坦白说劳工今天 之所以退休金领得少 坦白说你把公务员 这边打一下 老师打下去了 他还是少 他不会因为把老师的6万8 减到5万块 劳工的2万3 他就变成4万5万 所以到目前为止 真的有可能10万人 在9月3日走 这个是没有问题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今天早上 我今天早上 可能吗 我今天早上 就是说这是中华民国 劳工运动时 或是社会运动上 第一次军公教跟劳工 第一次结合在一起 我们要测试一下 我们多少劳动者 支持我们军公教 大家好像我们军公教 劳工对立的 我们测试结果不是 我今天早上在工会的 我们的串点的场合里面 初步做一个调查 我问他们 今天我们这个工会 那个工会 我们有多少人出来 今天早上回报回来 是超过8000人 那我们到了9月3号 我们希望能够劳工这一块 能够突破1万人 劳工已经有8000人 所以我们8000人 可以告诉我们 哪些团体吗 这个工科报告 刚刚也介绍 我们铁路工会 公路工会 港务公司工会 台湾汽营工会 台湾银行工会 捷运工会 电信工会 还有饭工股银行工会 我们好多工会 那我们目前还要再串联一些 民间企业的工会 共同来参与这项的盛会 那这个社会 只是要表达一个讯息 什么讯息 坦白说 军工教劳 同属寿星阶级 何苦弱弱相残 今天国家的 劳动者的薪资福利待遇 所以低 不是因为军工教造成的 而是整体经济发展出了问题 是国家的经济政策 或财政政策 向财团倾斜的结果 该收的税没收 税机流失 怪谁 然后说抽不到税 然后说财政困难 然后才能跳进来 就是要缩减军工教人员福利待遇 再来下一步就是 要减他的退休金 那减都没有关系 我们其实减过很多次了 我们军工教从来没有不同意见 怎么减现在政务官被点名了 那么司法人员被点名 这个不过我们等一下细致去谈 那么理事长这边也有更多的数字 来我先请教是这个吴老师 所谓9月3号 他们宣称有10万人 军工教劳 劳到现在距离9月3号一段时间 连劳工都说有8千人 8千人突破1万人走上街头 轻轻松松 应该很快 马上有1万人 要参与9月3号 军工教劳的一个大游行 你觉得所谓的10万人 一旦真的是走上街头 传达什么 代表什么 那你们的意见是什么 你们一起走上街头吗 来吴老师怎么看 好 在2002的时候 当初的全国教师会 为了军教课税过程的权力变动 要不要经过协商 也曾经上街 那时候人数也大概是8到10万人 而且是单一职业的族群 后来又有与农共生 就在11月 民进党政府也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这种8万人10万人 后来好像变成说 没有10万人就不要上来游行 所以10万人说多不说 说少不少 重要的是后面的意义 所以参加的每一个人 都是在旅行或落实他的人权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那以年金改革来说 是马英九没有做完 蔡英文在一年之前宣布要做 我们人民应该检视的是 到目前为止 年金改革进行了步调 对吗 太快吗 还是太慢 那这一段时间的运作 不管开了8次委员会 明天要开第9次 它是否从中间 可以让我们社会学习到什么 我觉得是有成果的 但是也有偏师的 我先讲偏师 比如说经过媒体的检视 媒体可能会挑比较耸动的数字 于是进行了非常多的横向比较 有些职业群的比较 但是比较少做重向的比较 比如同样子的劳保人 他的过去的人 现在的人 以及未来的人 或者是军工教 他过去的人 现在的人 未来的人 他的各自的感受 甚至在场的代表 可能太重视 把资深的人放到最前面 所以我们也收到很多之前的人说 那为什么好像没有听到 对我们的危机感而多多表达 这个事我觉得是目前不足的 第二个 我要讲说就他的成果来说 过去包括这些委员在内 大家的认知水平不足 这个我相信各位如果关心也是一样 真的那么多的数字 那么多的学历 那么多的制度 怎么可能瞬间马上 这个大家都懂 于是透过了八九次 一段一度的报告 报告之后 大家终于知道 有些比较是对的 有些比较是错的 例如你要比较 至少同一个族群里面 也要比年资 比保额吧 不同的年资 不同的保额 不要讲不同职业之间不好比 连同一个职业群里面 都不应该比 那这种东西有没有厘清 如果电视机前面的观众 你觉得你已经受到了这个教育 知道要比至少也是同年资 那这个东西是有健康的 第二个 比如说劳保劳工 劳工的劳保加劳退的替代率 各位都知道 劳退正在从旧制转换成新制 新制的很多 旧制的人少 那旧制的人少 旧制的人本来就是 能领到的人少 因为在同一个职业 同一个公司25年 但是劳保加劳退 这里面的劳保的替代率 有的人因为高手的 低手的这个不同 高手的人他的替代率 不是实质的替代率 他只是那个保的替代率 这样子会产生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还不错 但其实上没有 这一点经过几次的节目讨论 或者几次的委员会 大家也知道 要引用这些数据还很小心 而且提醒了劳动部 你们在公布这些数据 不要拿极端值 也不要拿这个虚拟的值 或者是某些族群的值 那这些东西都是过去 这段时间内有澄清的 我相信只要有看节目的人 有看转播的人都慢慢理解 这个委员也质疑甚至连官员自己都质疑 那这样子是 厘清的过去不必要的正义 只是厘清的多 还是制造的正义更多 那这个就是大家社会来解释的 那我觉得说该开天话要开天话 马先生由医药年金改革 他如果改的对 我相信这个对面的几位伙伴 大家都支持 但是他是仓促的开了很多的座谈会 可是要紧的是 形成方案跟这个 这个行程条文的时候 对不起 是很仓促的 马总统说一个月就是一个月 三个月就是三个月 现在是把那个准备工作 再做了一年 我听有朋友讲说 其实我们觉得 要不要先开国事会议 要不要国事会议之前 又开这么多的委员会 他们也是很纳闷 我们能不能直接就跳过这个阶段 直接到什么了 立委直接提案 党团直接提案 我说你也差不多了 讲好就是要经过这个初天化的阶段 大家说你们准备也不太够 所以我们宁可一次一次开 那一次一次开的时候 一次一次开 风暴一直烧 会就是社会的对立 好像氛围 有的人还是觉得太快 有的人还是觉得太慢 那既然有的人觉得太快 有人觉得太慢 那我们这个节目今天好好讨论到 适当的程序是什么 如果小英三四年前 主张要联金国事会议 国事会议又不能够无中生有 突然叫大家讨论一个发案案 那当然显然前面这个前置的 年轻委员会是需要的啊 只是年轻委员会有没有改善的需要 当然有 像我们刚刚讲的对焦的部分 或者是说 该多多注意那个 纵向的比较 让年轻人声音 有机会被传达到这个委员会 这个都要改进 是但是呢 我想请教 我顺着两位所提出的问题 我先请教齐曼 百花齐放的结果 有人去质疑呢 这把对立的火 是新政府在一次次召开 年金改革委员会 现在召开八次 是你们烧出来的 有人说是百花齐放 有人说 你们在操作表面上的民主 可是事实上里头呢 是龙蛇杂虫 大家不同的意见去烧 烧到后来呢 很多民众看不下去 因为对抗改革者的声音 越化越大虾 而真正拥有改革核心价值的人 看不下去 可是声音反而因此 没有被彰显出来 变成这个年轻改革会 龙蛇杂虫 现在怎么去收拾呢 明天即将第八次又要登场了 来 齐麦怎么看 钟泰兄的意见是中肯 但是这个过去 那他的意见呢 十万人要走上街头 表达他们的愤怒 被污名化跟恐惧 来 齐麦来继续 我让他继续来 我等一下会有更多的时间 来表达对游行的看法 不过这个钟泰兄的意见是中肯 就是说我们看过去马总统怎么推年轻改革 在立法院或者是国会里头 至少国民党的立委也搞不清楚说 行政部门到底在搞什么 然后年轻改革方案就出来 后来马政府就急着在各地办做谈会 虚应了事 反正来几个就随便搬机场 其实办完工庆会的结论是说 年轻改革 国民党的党团其实后来就是实质的杯葛 年轻改革就不推了 就算了 那当然后续也引起很多军公交朋友的一些反弹 所以新政府上台之后 当然不能重蹈覆策嘛 你必须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嘛 各种不同的职业别 各种不同的世代 大家对于年轻改革的方案 那这些方案整体的呈现之后 才送到年轻改革的国事会提出具体方案嘛 然后最后才送到国会一个审查 那这个不是蓝绿的问题嘛 因为至少在立法院 我们在审查年轻会议的时候 假如你这个议题是把它简化成 这一个所谓的一个蓝绿对抗 那这个年轻改革是没完没了吧 大家这个有政党算计的时候 那年轻改革受伤的是谁 受伤的是所有的军公交跟所有的 你年轻的包括劳工朋友嘛 所以我想整个会怎么开怎么进行 到现在为止 我真的是搞不太清楚说 现在也没有具体方案啊 没有 只是大家在会成 他们担心就是因为没有方向 没有具体方案 就是这些年轻改革会议 甚至说没有版本 这个包括年轻会议里头 所有的会议都是公开嘛 所有的人你都可以上网去听到说 大家不同的一个意见啊 像我有时候我就会上网去看说 你们到底现在在会议 在表达的意见是什么 那假如是一些好的意见 或者是对一些议题的一些关切 那当然对未来我们国会在审查说 我们会依据大家的一个意见 来做一个审查的一个表彰 我也同意啦 就是刚刚这个钟南庄提到 你不能不同职业别做比较 但是你很难避免不同职业别去做比较嘛 因为你年轻是要提供一个基础的 国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需求 退休以后 万公有的职业别有退休金 不一样的职业别退休金 譬如说老保来讲他有设一个上限嘛 所以他领到平均 百分之八十的没有超过三万块啊 那这个是不是能够提供 足够的生活标准 这个我们要去讨论啊 那假如要提供一个足够的生活 的一个标准 那是不是在他的一个 所谓的罪事费率里面 要去做一些讨论呢 所以我们看不同的职业别 你不要讲其他的说 这个最后的领多少钱 他的一个罪事费率里头 劳保基金至少要23 军职人员要36 公务人员要40 教育人员要42 所以换句话说 要领多少钱 那你要缴多少钱 这个你在所有的这个年金改革的套案里头 你必须去做一个通盘的一个讨论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认为 在整个开会的这个过程 在技术的一个城市上 也许有讨论的空间 是不是说 开会的时候大家不要互相批评 大家不要说互相供给 但是就具体的这些数字 呈现说我们现在 国人的不同职业别里头 不同的退休的一个样态 那这个当然要讨论嘛 让大家知道说 国人知道说 我未来我纳税 或者是我对年轻人 这个不过我今天听他有具体的回应 我在不同的这个至少 我面对了一个国家财政状况 或者是这些退休制度到底是什么 我想不管大家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但是至少年金是一定要改革嘛 这个是国人最高的一个共识 你不能说原地踏步 然后又犯了过去马政府所犯的一个错误嘛 所以大家其实应该是心平气和的 来想说未来年金制度怎么走 对国家最好 这个是大家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想大概你没有听过 哪一个人反对改革 我们通通是改革 不要告诉我们反对改革 因为这个帽丢出来我承受不起 那今天吴东泰先生 或是齐迈兄在谈的说 今天开会数字呈现 大家的讨论看有没有共识 其实今天能够达成 开会的这么和谐 这么具体 或是大家互相沟通 是为什么来的 今天如果没有623 我们去抗争 630我们去抗议 今天是一路表决 第一次开会 吴忠来宣听代表政府的立场 他说部会首长是 谁说是我代表政府立场的 他说部会首长代表公务员 金一兄他是全序部出来的人 部会首长代表公务员吗 连总统都不能够代表人民 完全曲解 总统依照宪法代表国家 不是代表人民 机关首长代表政府机关 依法执行职务 但是跟公务员他的员工的权益 他不能代表的 那今天退休 我先讲完 讲完我会听他讲 就是说今天我们为什么开会 后面这几次会相对的顺畅 就是因为他第一次开会 一路表决 连会议规范都要表决 第一条表决掉16条 那我们离洗了 有人抗议的戴口罩了 社会风格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不是要共事决吗 你不是要审议是民主吗 一路表决 好 我们第二次再去 到了17条 我们说要反对多数暴力 我们要求共事决 因为选前或是选后 他胜选之后 林万一先生告诉我 他要才审议是民主不表决 可是第一次开会一路表决 所以我们抗议多数决 多数暴力 所以第二次开会 他第17条就 那讨论结果才共事决 所以可以看 第一次会第二次会 跟第三第四次 那个开会的氛围就不一样 第一次是火爆的 第二次是有冲突的 第三次相对和谐 第四次为什么 更顺畅就是因为 真实的数据慢慢呈现 所以我们的人事主管机关 或是我们全序主管机关 教育部主管机关 国防部相关主管机关 把过去未曾呈现出来的 真实的数据展现出来了 应我们的要求 不过你批评里面很多数字是假的 不是吗 还是会假 还是会有假 没有看我们来宾举 你都说是错的 是假的 当然 所以里面同样官方的东西 有的你认为是真的 有的是假的 有的是对的 有的是错的 选择性的 那大家解读的时候 就是说都喜欢用我的东西 今天为什么 我们军公教为什么这次要走出这个街头来发生会这么顺畅 一夫百怒 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氛围仍然还延续三四年前马政府时代的那个民粹的氛围 比如说有一个民进党的现任的立委林佐水先生说 我们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金是抢来偷来的骗来的 还有一个教授 他隐喻我们军公教人员是小偷 奇怪 我们不偷不抢 一直规定走 那个团体都没有抗议 就我们在抗议 那有一个名嘴 他说 诗专的老师 从读书开始算联资 军校也是一样 奇怪 他也没抗议 我们抗议了 我们国家同台 那就是这种氛围是不对的 比如说最近民进党的高层 来说 诶 我们 造反了 我们军公教 走街头是造反 好奇怪 民进党从走街头一路到今天 两次执政 我不晓得是谁 是 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下 就李俊逸先生 李俊逸 他竟然公开说 不是这个李俊逸 不是 李俊逸大哥在我们现场 我来说 民进党的 现在的 就是 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为什么会这么乱 就是这样 为什么这么乱 就是常识治国 民粹治国 党派意识治国 专业放两边 立场摆中间 立场对了 什么都对 那不谈专业 那我今天讲说 其实 我们今天希望这个国家能够走上正轨 就是说 我们 务实 面对社会的现实现状 不要操弄民粹 比如说 我们在开会的时候 有一个所谓年轻人代表 一讲说 这个年轻人 我们老年人吃垮年轻人的未来 他就说22k的年轻人养这些老人 我才讲说22k是不要缴税的 我们缴税最低标准是25250块钱 那就是故意操弄 我才讲说这些年轻人还是他爸爸养大的 老年人养大的 也是纳税人养大的 可是当他还没有纳税的时候 就告诉人家说 你们吃掉我的未来 这个其实都不对 就是一代有一代的责任 那这一代养下一代 下一代养上一代 这非常自然事 可是本来是没有事的 可是就是有意无意去操弄这四代的对立的 所以召开了八次的年金改革委员 所以这次我们出来之后 大家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所以我们走出来了 也不止这个 因为今天我们是93军人典出来 那我们为什么选93 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均仍受入了 对不对 我们一只小白狗就可以把博物打了 来来来 吴将军马上让你说 但是这个要抗议 我要先听吴教授 对他的立场 他发出严重的抗议 你抗议什么 第一个 第一次我是中学老师 我讲是表决议事规则 要不然就全部按照 内政部的表决议事规则 然后表决议事规则 是不能表决的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讲的白子黑子写的是说 我37个委员里面 有21个是军公教人员 有16个是非军公教人员 因此重点是在 非军公教人员 尤其是牢 龙 鱼 其实他们是少数中的少数 我提醒这样子 白子黑子在网路上公布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他还得要这样子扣帽子 所以我跟大家提醒大家 你讲100次不会变真的 是 那吴老师 你认为在这一次的 年金改革委员会的成员当中 的确是呈现 龙蛇杂虫很多人员 根本不应该进来 你也这么认为吗 老师你也这么认为 委员进来没有关系 因为经过直播 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哪一些委员虽然少 但是他发言非常中肯 然后哪些委员虽然多 但是意见过度一致 然后可能社会会重新思考说 那这样子讲 对不对 我觉得让社会来共同监督 是 而不是在里面 谁的声音大就是谁的声音大 是我们当初那个 委员会的组成 因为刚刚提到我们全教总 说没有去抗议 那个名嘴说错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态度 就是说 你不是要告他吗 怎么没有告他 我们没有发律试涵 没有发律试涵吗 请问这要告什么罪名 请问要告什么罪名 那是你发 因为九三游行刚刚主持人问 我们支不支持 我们是不会上街 除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上街团体 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年金改革的主张 比我们的版本好 那我们会支持 我们会一同上街 可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那上街的诉求 他对年金改革的主张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在PTT上的 所谓的乡民 很多年轻一代的公务员 他们对于这个上街是很反对的 刚刚讲说有没有吃垮的问题 区基金的债务 待会我可能会拿个数字来呈现 看他的债务是不是越来越大 是不是有吃垮的问题 那另外刚刚李理事长讲得很好 这个社会是要和谐的 所以如果政府部门污名化这个军公教 这个当然不道德我们要谴责 但是我要问的是说同一个标准 李理事长 你们监督年金改革联盟 有没有污名化全教统 你们有没有说我们是被骨团体 不是你 你的脸书上面有没有写 有没有紫色我们全教统是被骨团体 我现在听过报告 有没有 他的相对应团体记出来 有没有 你自己有没有 我只要问你 你的脸书就通通过 我的脸书文章有没有 他就是被骨 他叫做101年提出一个方案是考虑中青 不同世代的利益 结果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 他说我们是被骨团体 他说我们是被骨团体 马总统 那时候都没有年金改革 我觉得你们 我等一下说明清楚 你们说全政府污名化你们 但是你们到处污名化别人 包括我们 我另外要再说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监督联盟 这个九三游行的总指挥召集人 黄耀男 年轻的时候主张 跟我们全教统方案一样 退休的老师要补缴 让我讲话好不好 现在自己五十几岁要退休了 说补缴 叫做砍军公教的权益 然后说我们这个补缴 叫做被骨团体 我要问的是 为什么他年轻的时候 主张的是这样 到了他现在随时可以退休了 却是立场180度大转变 我来说明一下 我想社会观众大家可以自己去读 我来说明一下 他说我没有主张 不晓得是不是眼睛是老了 那就拿出来 我进总统府的那一天 6月23号 请问是谁递给我们的蔡总统 那个陈情信的 那个陈情信里面就有 十个疑问 五个主张 那就是我们的主张啊 全教统要求搜集计划 我们是反对的 你可以搜集计划 那个已经退休人 还叫人家补缴插额 罗德水先生还在这里 坐在同一个位置 说没有 结果第二天我们回去翻 白纸黑纸也是有 你又再误误化罗德水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第二个就是 搜集计网 如果已经退休的人 要骨脚插额 然后那个死人要不要挖出来 已经领过了 所以像这种就是观念错误 一个没有法治国家 基本理念的一些意见 提出来了 那我们是反对搜集计网 是基于制度的稳定性 剥夺性的法律是不可以 塑集计网 这是民主法治国家的 基本立场跟原则 这是不能打破了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 塑集计网的剥夺 这个如果塑集计网 可以剥夺人民的财产 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你家的财产 都处于不确定状态 因为不晓得 这个国家的制度 何年何月 又要塑集计网改变 那你就没有办法规划 你的后半生 这个很重要的 所以至于什么 背骨 策艺集团 这个都是引用我们全教统的 那个相对应团体的意见 我引述他们的意见 里面教师团体之间 不同的意见 我去引用它 你觉得愿意我投 再有主 请你去找他们 那我是相信 他那个团体的品格 所以我就引用它 有这么样一些话 那我从高雄一路走 走到台中 走到桃园 走到花莲 奇怪 这些团体都有相同的看法 那我把它引用出来 坦白说责任我负没关系 或是那个原始做这个文章的人负 那我意思就是说 你自己想一想 为什么这一路走来 你的言行你的主张 跟这个主政的团体的某些负责人 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你就莫怪夫人家会怀疑 为什么会这样 过去这个团体在任何意见上 都是非常激烈的 可是各位看这段期间以来 几乎是尽敲敲敲都没有声音 那你觉得他们是图什么 那我是觉得 你有在怀疑他们图什么 那我怀疑 比如说选前 这个团体就参加 或筹组一个年金改革大联盟 然后就去拜访我们现在的总统 当年的蔡主席候选人 还有国民党主席 然后呢 然后去了之后 他们也拜访国民党党主席 没有没有 然后去了之后 做一球给他打 完了以后 这个团体里面好几个人 都当部分区立委去了 那当时 部分区立委 你指的是谁 比如说王荣章 比如说吴玉琴 那还有 那我现在举例了 不要讲个人 那我意思说像这样 就让人家此地五饮三百两 就你今天怎么会这个样子 进入体制内的改革 你觉得不错 不是不是 这个就是 如果过去有体制外改革 进入体制内的改革 就有所图啦 那当然这样新政府上来说 有几千个位置 不是 理事长 为人在这里的 我们不必要去讲 我没有 我讲他们 你要至少让他人在这里 给他缓驳 那他刚才也是 他在这里 他不在的 我们不要去谈 我先来插嘴 我的感受是这样 你根本搞不清楚 民进党部分提名的机制嘛 今天我要再讲 在座各位 当年都是国家的精英 都是社会的中间分子 吴忠家 还有理事长 还有两位全教的 在座都是哦 你们都有你们的立场 跟你们的角度 我们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将心比心 我们想听到的说 在座当年的国家精英分子 今天当国家面临 国家面临这个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勇于站出来 讲真话 怎么处理 不是说 你到底怎么样 我到底怎么样 怎么多少趴才合理 都在斤斤计较这 我还没有听到有一个 来现场的讲说 今天国家已经面临失败了 最近有一本书就是 国家为什么失败 当年我们这些人 都应该负一个很大的责任 长期以来 系统性的崩坏 一直崩一直崩 作为国家精英分子 作为读书人 作为社会的中间分子 我们有没有站起来抵抗 说不行这样国家会灭亡 你是质疑既得利益者 现在声音反而更大声 不只是既得利益者 抗计改革的声音反而更大 最可怕的 历史上告诉我们多现实啊 只要一变化的时候 老官僚就反对 王安石变化 这个司马光 苏东坡反对 清朝光细 康有为要变化 老陈反对 一定会冲突 但是我为什么提 最近蔡英文 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挑战 我认为她是正确的 我相信 最近有人把这本书 送给她看 她知道了 台湾今天面对的是 系统性的崩坏 包括那个 战车翻倒的时候 你以为那是个意外 检察官不要脑筋那么简单啊 就把驾驶拿来 当被告起诉她 过失杀人 就是要解决了 系统性的崩坏 熊山飞弹的物色 坦克车的崩坏 还有机密 都被人家渗透进去 连军中细弄一只小白狗 这个难道大家不想吗 我今天想听将军讲 我们的军队 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长期以来 难道就没有一个 勇于负责的将领出来说 这样不行的 这样国军会亡掉的 没有 来 吴将军这边要补充 我想 从回到九三这个议题 大家刚才争论了半天 我想两个现象 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注意到 全世界 共产国家不谈 民主国家的民主运动史上 没有一个国家 是退伍军人和退休警察 这么庞大数量上街头 你们不妨去查一下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老师有 公务员也有 在台湾也有 在别的国家 就是没有退伍军人跟退休警察 我把这数据告诉各位 目前我们联盟里面的退警协会 的人数超过三千人要投入 各位不是风暴 我建议主持人不要用风暴 这只是我们这两个族群 这么多年来就像刚才几位讲的 我们是服从国家的任何政策 而且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 应该可以证明 我们军人是已经国家化的 如果我们还是大家认为的 是蓝营的基本盘 那么猜游上来有那么顺利吗 不会 我们已经国家化了 不需要再来搞这些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还愿意出来 我给各位报告 八十多岁的老军人 处的拐杖都要出来 为什么 他不是图那几块钱 尊严被污名化 我举一个例子 刚才主持人还有几位说的 这个字我建议以后不要再用了 叫什么 叫既得利益者 我们不是既得利益 是国家法令规定 中将少将上校多少钱 公务人员什么职等多少钱 这是国家的法令 不能因为我现在阶级职务高了 说我是肥猫 请问主持人 你领的薪水有比摄影大哥多吗 请问你的五楼的总经理 薪水有比你多吗 例子刚好来西哥上市也去利过 你不能说他是肥猫 每个组织结构有他一不同的科层组织嘛 那为什么 这就是刚刚我们这个 吴先生说的 阶级对立 你去把族群划分 军公教领得多 所以劳工你看可怜了 纵向的阶级对立 你这些高官肥猫 那基层怎么办 曾经在你们的节目 有一位什么什么扣的小姐 点了我的名字吗 就像你们刚才讲的 我不在场缺席审判我 那个吴思怀中将领那么多薪水 为什么不分给士官呢 我愿意 请你找一个士官来 我每个月分他两万块 我个人愿意 但是是逻辑对吗 当然不对 所以我讲我们理性沟通 我们第一次623的诉求 各位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下 我们支持改革 第一句 反对乱改 要合法 法是什么 不可以数据既往 要信贷保护 要合理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有邮票 粮票你们知道吗 军人 我们的眷补证 你们看过没有 我40多年的军人生涯 35年 没有在家过过年 我们海军少年在海上直跟 一个小四小时一跟 站在那边八级风浪 这样子晃 拿着手晃眼镜 四小时休息 再四小时直跟 我们的飞行员在跑道头待命 各位了解吗 在雷达站 没有办法回家 老婆生孩子不在 父母重病不在 这是军人的特性 好在我也同意刚才说的 委员会这八次九次下来 渐渐真相浮现了 把军人公务人员老师 不同职业别的问题凸显了 但是 媒体也好 政论节目也好 并没有真正重视 就让我们感觉到 譬如说既得利益者啊 你们军人这些出来要造反 你们上街头干什么 我套用参与 你们上街头到底目标 是要锁定谁 是锁定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还是锁定总统团期间 还是宁警改革委员会 我们没锁定谁 我们的方向是反对 对军工要劳的 反污民要尊严 我们上街头到底目标是要锁定谁 是锁定电视台的政论节目 还是锁定总统团期间 还是宁警改革委员会 我们没锁定谁 我们的方向是反对对军工要劳的 反污民要尊严 然后我借用蔡总统一句话 因为有点矛盾 没有方案 又说是乱改 有方案 我们的方案 你不能叫被改革 要说没有抗拒改革 不抗拒改革 对不抗拒改革 是要走上街头 会不会有点矛盾 你不能叫被改革者 提出一个版本说 我希望你改成多少 对对 我是被改革者 你是政府 那么国防部也好 劳动全需部 你把你的改革方案拿出来 我们大家来研究 好 要有方案 是这样子才对 是 来 我想这个将军跟莱希 跟各位点出几个问题 我想是军毅大哥 信赖保护原则 也许两位可以帮我们回答一下 那一直强调 所谓政府 跟这些军公教人员的一个牢固关系的 信赖保护原则 当初到底谁定的 到底谁定的 那所谓信赖保护原则是怎么样 是完全都不可以动吗 信赖保护是限法基本原则 那如果说 不是 将军我可以知道说 您月退领多少 您方便讲吗 没问题 报纸都登过了 11万多啊 那莱希哥你未来 我还没退了 我不知道 对 保守估计 现在工人也平均是 我算出来啊 连你自己都算不出来 5.6万 老实说6.8万嘛 军公教人员的待遇退休 一目了然 不需要把某一个人 特别点出来 你领多少钱 意义多大 坦白说这样过度针对性 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针对性不好 坦白说 每一个职等 包括司法人民 跟政务官的部分 因为工人员的待遇 都是公开的 你的薪水 那个凤级表有嘛 对 那退休资料有嘛 那你一定要把这个人 点出来 你多少钱 你这块钱 不是 这是有关 提搏率 到底 够不够 小军 小军 你这样讲不好 就是说今天我讲出这么多钱 对那个没有钱的人 好像我太多钱 对那个郭台铁 你觉得这个真的是小卡 很简单 我举一句例子 所以这个不好 你信不免费这些问题 很简单 我补充一下子 我把这个逻辑导振一下 如果说军公教 高阶的这些职等 他领的像我一样 11万多的 你们嫌太多 我同意降丰 是是是 我同意减 但是减了凤以后 请问 请问还有谁愿意干高阶公务员 你减了他以后 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不想你解决什么问题 你把我减到跟上校一 你给他减五位好了 能够在国家解决什么问题 我不晓得 这个问题是哪里来的 逻辑不对 来来来来 郡英大哥 他们特别提到信赖保护原则 真的都不能够动吗 那所谓当初信赖保护原则 谁定的 这真正的问题又在哪里 怎么去解决呢 郡英大哥 我想我在这个节目里面我提过 年金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牵涉的法规非常多 你如果综合在一起讲 一定讲不清楚 所以非常清楚的就是 为什么这一次的年金改革 跟往常不一样 牵涉一个年金改革委员会 而且从第一次到第十次 每一次要开什么题目 都事先告诉你 非常清楚 明天要开的第九次 是讨论法官的退养金的问题 所以每一次都有每一次的题目 那每一次就应该针对那个题目去讨 那我们也当然知道说 现在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角色 有自己的考量 所以他一定说 牵涉到我的利益的时候 我一定发言特别大声 但是终归一句话 最后的目的是要解决 而且大家都同意说 年金改革不改不行 为什么不改不行 因为过去的制度 让这个年金改革 包括军工教劳都撑不下去了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代正义的问题 所以一定要改 那现在唯一的概念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改什么 我们的年金是不是未来的需求 只有什么 只有你退休足够生活的基本需求 如果是这样的话 方向又不一样 那如果不是这样 还牵涉所谓的信赖保护原则 其实大法官的解释 针对信赖保护原则解释非常多事 他信赖保护的原则是说 我国家保障你的权益 那但是他并没有说 我本来给你多少钱的 我一定要到以后 到100年以后 50年以后 仍然要给你这个多少钱 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能改 不是不能改 所以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是什么 所谓的年金是什么 是退休所需要的基本需求 还是到底年纪有不一样的意思 大家一直现在在吵一个事情 就是说年金改革 为什么要开这么多次啊 那问题来了 如果没有开这么多次 没有把年金改革委员会 先做一次广泛的讨论 然后再依据这个 来开国事回忆 所以现在非常清楚的就是说 你用什么心态 来面对这个问题 你用什么心态 来企图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整个社会认为说 蔡英文执政快三个月 整个只有一个乱子 但是这个乱子是这样 你看到表象的乱子吗 现在还有10万人要站出来干嘛 反对我们被污名 被污名是今天才开始吗 是蔡英文执政才开始吗 所以你必须一个一个问题来看嘛 就是蔡英文这感觉上是乱 到底是政策有问题 还是人事有问题 政策有问题到目前为止 我们自己监讨起来 包括我们的国会改革 其实大家没有什么争议 包括我们谈的这个地方制度 议长要记名投票 对 这个其他的集邮法公投法 这个争议也不大 年金改革大家也认为 应该要做 现在唯一争议比较大 是一例一休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政策还要继续讨论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有关人事的争议 那面对这个阵痛 重点是你未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处理好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阵痛 是说朝比较正确 比较和谐的方向 慢慢在前进吗 我想请教 不是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对 因为这里头 你们说十万人 不是 我要谈一下 但是十月份 是不是相对有二十万人 会相对的力量 要走上街头 那这群众之间是对立 他们内容其实开这么多事 那个前面几次会内容 是我们提出来要他报告的 因为每次告诉我们改革 年金出的问题 是因为少政策 就有列表了 不是 这个是不是一样的 就是今天他每次改革 就是财政困难 所以我才叫他报告 是 国家财政状况 到今天还没报告清楚 所以大家交换不同的意见 对象制度也是我们的提案 不是 我还是要讲 第二个就是说 改革对象不要有选择性 也不是 对 从总统到什么都要改 不是 这个不是过去大家都呼吁的吗 怎么会变成不念有题了 今天请问 从总统以下 总统以下 不是 我今天讲 比如说明天要谈论的 司法官跟政務官 谁提出来的 我提出来的本来没有 对不起 过去两三年大家都在提 所以就乱讲 从去年我们到校园讲 这是我们的提案 就是法官 不是你的提案 对不起 第三个 第二个 这是年金改革委员会 第一次开会 就把所有的议程都列出来了 我们的提案 委员会里面提出来的 我现在讲 可是该改就一起干 所有都应该要改 不是 关联改革没有选择性 我是还要讲 第一 的确选择不需要有选择性 这个立委员他 改革不要有选择性 不是 他有个观念是 是不能接受 比如说 包括政务官的部分 面与改革 年金是要维持最低生活的需求 是不对的 我们所得替代率的意志就是 维持原来他工作期间 相当程度的生活水平 这个叫做所得替代率 比如说相当程度 相当程度要维持 比如说你降官退休 这个问题等一下我要请教张老师 你要跟小兵一样 反正都不当官了 那是极头事情 就是说不对的 就吃大锅饭 我说今天 这个不是我的定义 这是全世界 这个全世界 因为他刚刚讲 是最低生活水准 不同层 如果今天有做了半天 带休了以后 只是最低生活水准 不希望看他说 有一些人没有办法 到最低的生活 这个观念是不对的 不在观念是错的 那这个观念为什么有错 第三个 刚刚你讲的 不是最低生活水准 最低生活水准 那大家都知道 你基本公司好了嘛 那这么有就有问题啊 本来就有问题啊 什么叫所的地带率 就是你原来是过什么样的生活 退休的时候 就稍微左减一点 仍然能够维持 原来的生活水平嘛 是是 这是基本的 就退休的生活理念嘛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阶层 我们没有说 信赖保护不能改 不可以一样的 但是信赖保护 之所以要改 是因为用情势变更原则 那情势变更原则 必须要用尽 一切可能的手段 你去看一下大法官解释 看清楚 你才能够现在 把这些打破嘛 717号 不是 那个是最低额度的调整 那个也不是最低额 也不是最低额 没关系啦 你们要这么讲 我们再来看嘛 因为那个是48%的额度的问题 今天讲的是 今天讲的是 不是啦 你们现在听我讲 今天717号讲的是 18%的额度的调整 没有违线的问题 但是他上面有些写的一件书 讲的画了很多条红线 就是说 这一次的解释 并不代表未来的年金改革 是一路顺畅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新来保护 之所以要改是因为 用情势变更原则 是 那情势变更原则 必须要用尽一切可能的手段 没办法解决的时候 你才能够新来 把这些打破嘛 717号 没关系啦 你们要这么讲 我们再来看嘛 那个是48%的额度的问题 今天讲的是 今天讲的是 不是啦 你们现在听我讲 今天717号讲的是 18%的额度的调整 没有违线的问题 但是他上面有些写的一件书 讲的画了很多条红线 就是说 这一次的解释 并不代表未来的年金改革 是一路顺畅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 就是制度的改变是不一样的 因为18%它不是个制度嘛 所以这个讲清楚 所以不要误解 我今天要跟各位报告说 今天年金改革委员开了这么多次 多次会议 之所以能够维持今天这个现状 是因为有我们前面的强力的抗议 之后导正回来的 但是整个社会委员 一叫就出来 就是因为不是民进党 不只是民进党 就是从累积性的 是 这也不是民进党 也不是蔡英文庄 所以我讲 我同意你的意思 就是整个社会委员 从整个民进党 整个社会氛围铺天盖地的 丑化军工教人员 但是都没有政府的主管机关的官员 出来替我们军工教人员讲话 特别是 比如说考试院 不仅没有替我们讲话 还制造一些错误的概念 那你们抗议应该 9月3日到考试院去啊 一直考试院啊 考试院 都在抗议哪个 你为什么没有替公务员讲话 我们今天 政府所有的责任 我们并不是对 你们到底要抗议谁 我们不是对民进党政府 我们是对政府 因为这是马英九时期做的事 这些方案还没出来 你们要抗议什么 是因为态度的问题 就是态度 就是委屈 比如说 大家开会 那早上来开会有什么 我今天 今天会都还没开喔 今天会都还没开 那个执行长喔 国事会议 一对一件 为什么 年纪改革委员会的国事会议 还没开喔 都还没开 结论 然后又把它丢出来了 然后我们这个又记他讲话 你知道吗 还在记他讲话 我们很担心的是这样子 会不会对立的气氛 里面有十万人对不对 我听说十月份有二十万人 也要 拚中啦 拚中 二十万人 那这时候是怎么办 这是计划对立吗 第一个 这是大家希望了吗 如果大家不希望 请大家冷静的回到所有的年金 尤其是二十年来 二十一二年来的军公教退补基金 它的根本问题就是 让中清代非常不安 但是我们过去八次会议 虽然有若干成果 跟若安澄清作用 但是我坦白说 连我自己都很忏悔 我帮中清代讲的还是太少 这就是我们要反省 不是年金 尤其是有除金制 有相对除金制 是靠这个水池的 当初大家是建立在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是夸代互助的 我们成不成在 目前的财务状况 是一年比一年恶化 而且过度倾斜 我们拿什么到校园里面 去跟年轻的公教人员 说你们可以安心工作 然后你们可以很甘心 继续讲下去 他们如果发情发动说 对不起 我们要跟你们一刀两断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继续去说服他们 坦白说我们要面对这种问题 不能在这边争说 对不起 您刚刚也讲说 信赖保护 如果是18%本身不是一个制度 我们刚刚都听说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改的 717也不是告诉我们大家 所有改革都是对的 他们都会接受 但是至少你也承认说 18%大部分会检讨 那这个到最后我听起来是 你跟李俊丽委员 两个讲的是一模一样 是 我没有说不检讨 对不对 你们两个刚刚讲的 这一点是一样的 所以你的不追收既亡 也不包括18%不是吗 不包括18%本金跟利率不是吗 所以我们过去被匾 变马 不管改对改错 到最后我们去上诉 去诉讼都会输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你们是有共识的 但是你一方面要跟群众说 我们就是一块钱不能剪 那我就全部瞄了 我什么时候一块不能剪 对不起 我们看太多的脸书 上面都是这样讲的 我什么时候一块不能剪 所以我再回答大家 到底是什么 大家 如果是 我们的 大家如果是 愿意诚意 所以 各的世代 回到价 从现在改的回到价 退休人员 要不要改的问题 现在这里的 他的意思就是不能改 这个跟全家有意见不懂 我其实 我要提醒各位 大家其实 所有的人都在看 包括在直播 或我们的节目 大家都在看 大家的讲法 一定要让社会说服 你们今天游行 一会儿周一扣 一会儿又提到林佐水 一会儿又提到谁 这不是政府的态度 你要游行 好那你规划一个路线 先到三立 然后年代 所有电视台都走一趟 我的意思是说嘛 这个大家 这个是一个平台 大家在讨论嘛 节目也是提供大家 沟通的意见嘛 现在具体的改革办 都还没出来 对不对 都在听大家 所有的不同职业别 不同世代的意见 前几天 这个考试院 来跟我报告年金 一个年轻工人员告诉我 他一定要改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在管所有的 这个年金财务的 他说他partight 有一天他领不到 所以他觉得要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来西兄去见了这个蔡主席 讲了五项监力 我跟各位报告 先改革国家财政 提供确切的数字 要追究过去年金财务 这不平衡的责任 那不能有针对性 不能塑及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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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能塑既往 所以不能塑既往 来西兄的意思是说 那以前 现代派领的这些人 一毛钱都不能改嘛 18派也不能改 什么都不能改嘛 是不是 不能塑及既往 原则不是这样吗 对不对 那你假如不能改 假如 我现在讲了 就是已经退休的人 退伍的人 领的钱不能少嘛 他跟国家的劳动关系 都已经终止了 他的人生规划已经完成了 人生不能重来 他就因为国家定这个制度 让他在这个十点上离开 然后他规划 他后半辈就这样过 你的意思不能改嘛 如果你要塑既往 因为劳动关系 其实不要说我了 今天一般的民间企业好了 明天七月一个劳动者 退休了 老板说 哎呀我这个财务困难 你是不是减5% 10% 他会答应吗 不会 劳动部会答应吗 不会 法院会答应吗 不会 奇怪 就是法院不会答应 劳动主管就不会答应 为什么这个时候到我们公园来 国家是我们的雇主 那你告诉我你财务困难 可是你财务困难 报表都没有出来 不是财务困难 你自己说的 你自己说的困难 然后就要改成一句 对 然后呢 然后像他们的 主张是 制止汇率就是 逐额提拨 是 事实上每一个国家的 这个社会保险是 主要的 你刚刚说 制度 我看你的资料是这样的 所以 我补充最后一句 我来回应 刚刚将军不是讲了一句说 他觉得他领太多 他可以分给小兵 不是 我觉得 你这样讲不对 我们年金改革的意义 我同屋 齐麦兄 你信 你信 他能说你觉得领太多 你说你可以分给小兵 不是 该给你的 一毛不能少 你相不相信 中华民将军领的薪酬 是谁要给的 国家法令规定的 所以你的主张是一毛钱 不能少 你那个主张是一毛钱 不能少 一毛不能少 不是 我们陈委员跟地委 所以你没有去考虑到 我们的行政都认为 立委的薪酬太高 立委薪酬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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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民都认为立委薪酬太高 可不可以减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们希望你自己提案 好不好 提案 那你的薪酬也可以减半 没关系啊 也可以 所以年金改革会在讨论 也是要换 改革没有针对性 有没有特别 那这种理性的声音 我们讲这种理性的声音 不合理 全面都去面对 都可以讨论 都可以讨论 对啊 所以不能说即即王 我讲个制度性的问题 制度性 如果总统的退休不合理 立委的退休不合理 可以改啊 我觉得可以改啊 30秒我讲个制度性 没什么不好啊 我讲个制度性的问题 今天我就军人而言啊 你如果法律搜集计网说 退休的可以改 我没有意见 那么现在的军人说 那我们的将来怎么办 你是不是也可以搜集计网 第三个募兵 为什么募不到 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未来不确定性 因为你的制度 稳定性被破坏了 这是我在很多场合诉求的 不是不能改我 吴思怀个人 我根本不在意 我假不客气 可是你不能改 所有的将军 为什么 这是制度 你改了以后啊 不然年轻制度要讨论什么 年轻改革就在改制度 你后面的可以改 你后面的 从现在开始 立法之后 将军降20% 跟上校一样 有人干吗 对 请问你有人干的 所以你现在告诉我 你先不要管有没有人干 你现在告诉我说 你都将军的钱不能一毛不少 那到底谁的钱可以少 你跟我们讲 你现在告诉我说 将军都不能改 只能改你的 所有的退休的司法官 也不能改 只能改你的 所有连赞 包括十十几万 你都不能改 你们的逻辑嘛 那有这种稳定性在哪里 你现在改我的 稳定性 我没有意见 那下一代的稳定性在哪里 所以稳定性 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改 我觉得这样 所以稳定性 所以什么东西 我不是大家看到吗 来来来 这个不理性的声音 那我让我们理性的声音 讲一下 你也不是理性 来来来 我想张老师 这边也有论述 各位记得论述 其实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都会理性 我们都会理性 不是只有你理性 今天来西哥 或者是吴将军这边提到 是说 他们的 跟过去的这种 现代保护原则 已经定了 而且都已经退休了 生涯规划已经展开了 不容轻轻松松去动到他们 但是我们去思考 是你们这个 当初这个制度 所定的 有没有不合理的制度 大家就是思考 如果不合理制度的话 你的提拨率 当时如果没有这么高 现在领这么多的状势 我们去思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真的不要改吗 因为你的领 每个月如果过多的状况是这样 我们的基金 你领很多 那我下一代一定领不到 那你提拨率 你也不提供的话 也不提高的话 我下一代怎么可能说 这个基金不破产呢 所以回到一个实质面 你会举实际的例子 它过去的制度 真的不能够动吗 那如果要动的话 你们的方案 你们的主张是什么 来张老师来 好我想第一个 其实我们支持军人专案处理 第二个 专案处理 对我对民进党 也很不满意 因为我认为民进党 尤其在我们思考法的这个议题上 我认为民进党执政以后 理想是大打折扣 好那么第三个 我们这个方案 在民国101年9月22号 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的 是由老中青三个世代 里面讨论的很激烈 那我们要强调的是101年的时候 谁执政 马英九执政 民进党的方案那时候出来 没有 没有 我们讲了很多次 在电视上也讲了很多次 可是这个监督年金改革联盟 就一再的要污蔑我们说这个方案 叫做配合民进党 我觉得这个心态很不对 好 我接下来讲 为什么会有退辅基金 这个破产的问题 我们看到在民国88年第一次精算的时候 它最适合的提拨率 就已经就是要到17.9% 可是我们的提拨率只有多少 8%而已 是 简单讲就是说 你本来要提拨2万块的 可是你连1万块提拨都不到 那因此你在提拨不足的情况下 再加上包括平均余命增加 然后银行的利率越来越低 等等的因素 当然这个退辅基金的 它的财务破洞 会越来越大 那你还会解释 为什么提拨不足 是他们不肯讲 还是你政府没有把它收 所以为什么没有及时去提高 你现在讲的问题 我不在背后 法律在那个地方 我们不交吗 你改了我就交 对对对 当时为什么没有及时 趕快把它提拨 所以你会拨到这个改革 OK 是他们反对改12%到15% 18% OK好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潜藏的债务 从7000多亿 一路上升 上升到现在已经到了2兆7000多亿了 所以难怪说精算 教师的退辅基金 116年会破产 然后公教人 那个公务人员的 大概也是118年前后 所以为什么会领不到 当然会领不到啊 怎么会领不到 所以您回去看 公务人员服务法第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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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教授人员服务法第14条 你講到第八條 對沒有錯 第八條沒有錯 看清楚了 破產也要領得到就是 攪動世代對立 來 看清楚了 你講的沒有錯 公務人員退休福祉基金管理條第八條 它規定基金不足支付時 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力 是要費力調整嗎 我們的費力有沒有到位 我們費力公務員退休法15% 老師什麼什麼什麼不改 誰反對的 就是吳老師反對的 有沒有到最四條 你贊成條 我們現在15%我們贊成條 你贊成條 多交少點我從來沒有差 現在公務人員的最適合率40% 不是 我們現在法條 你贊成條到40% 我們法條已經要15% 不是 你贊成條到40% 我們法條已經15% 這不足嘛 這不足要條嘛 對不對 像勞工的話原來是 老實在12% 勞工原來是12% 原來現在現行費率是9% 我們現在是13% 所以我們現在主張就是說 是誰在黨 我們主張就是說 等一下我好好回答你 我們認為政府要履行法律的承諾 可是我們老師 也不要佔國家的便宜 也不要佔世代的便宜 因為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潛藏負債 如果繼續不處理 已經沒有這個 你還要用 留給下一代 不好意思 不管你講 你不承認潛藏負債 問題是秘密 問題是秘密的那個缺口 就是有那個缺口 減藏負債不能用 那缺口不能用 噗嚨不能用 不是 我用正便附可不可以 有可能正便附可不可以 不是 因為 那是一個 那是一個試算 我們就用寶可夢洞在那裡 不是 它是可以試算 不要那麼禮謀好不好 我告訴你 這是一個試算 所以你的建議計劃 問題在這個地方 提撥率當時是不足的 好 那怎麼解決呢 第一個 我們認為 現在有的退輔基金的破洞太大了 它如果沒有切割另外處理 對年輕人來講 尤其現在中青世代來講 它不斷的提撥 又在挑撥年輕人 這叫叫污名化 沒有污名化 這就是 你這就是污名化 這就是 你這就是污名化 你就是 你就挑動世代對立 你的心態就有問題 你用年輕人逗老人 對 年輕人 非常不道德 他用年輕人逗老人 非常不道德 如果要這樣討論 就沒得討論了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親戴的恐懼是 他像說這樣講 他嚇年輕人領不到 我們很多年輕人 調我們在那個地方 調我們在那個地方 怎麼領不到 事實俱在 調我們那個地方 什麼領不到 調我們在那邊 國家沒錢 你怎麼領得到 算帳 那我本來就在算帳 現在算不出來 主持人 怎麼會算不出來 沒有 張老師 我現在照條文來解釋 正式的會議 我現在照條文來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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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管機關會解釋 你都不怕我講 你是不是怕我講 我不是怕你講 你沒什麼怕的 你也不是高手 那讓我講好不好 你如果不怕我講 讓我來講好不好 不需要準備那種板子 還在去 你如果不怕我講 讓我來講好不好 還怪 你如果不怕我講 來論述讓他完整一點 你看到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第八條的規定 如果不切割 都不改變 現在他是不是說 要調整繳費費率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 如果要調整繳費費率 讓他不要破產 現在最近一次精算結果 他的費率要調到多少 42.32% 胡說八道 這個是精算的結果 我胡說八道 你去問考試院的精算 調到42.32% 現在才12%而已 調到42.32% 誰負擔 在職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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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法律規定來做就是這樣 你來解釋老闆好不好 照法律規定來解釋這樣 這叫做公務人員退休 這叫做公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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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懂得 什麼叫社會保險 所以 如果我們今天 不做基金切割 要照這個法律 現在這個法律規定做 等於過去 已經退休的 繳8%到12%而已 但是 叫現在在職的 要繳42.42% 那這樣公平嗎 三倍半 請問再次在能接受嗎 對 請問再次在能接受嗎 我覺得他講的 不是 沒有什麼道理 怎麼有道理 主持人怎麼這麼偏 不不不不 你們說那個是不可能 怎麼會有這種事咧 那我先講 那個數字有問題 你覺得他哪裡沒有道理 老闆精算出來 我讓你在聽得懂嗎 我先講 老闆精算出來 可是你們現在領這麼多了 我先講 你聽我講吧 老闆精算出來27% 請問老闆要加27%嗎 老闆要加27%嗎 要加27%嗎 要加27%嗎 不會嘛 那所有人社會保險 都沒有人用足額提拨的 那足額提拨 那個計算第一個有問題 第二人簡單 從來不會有個社會保險 一開始就是要足額提拨 那如果足額提拨 拼准匯率 我們就個人賬戶資就好啦 我交多少領多少 領多少交多少 就是這個概念嘛 工保現在就是足額提拨 所以我們工保有意見 工保現在就足額提拨 所以我們有意見嘛 工保沒有財務問題啊 工保沒有財務問題啊 我們有意見 所以交多少領多少 領多少交多少 那就個人賬戶資嘛 搞個這麼年輕幹什麼 那不一樣啊 你不要整個意義你知道嗎 所以 你不是要理性嗎 要聽我講嗎 我都聽你講完了 因為你講錯的嘛 我怎麼講錯 我在這個領域做那麼多年 除了提拨跟個人賬戶 這是兩回事 我現在講 就是那個 他們一直講那個氏足費率 然後重新成立一個基金 然後這個基金就可以完全獨立 如果舊的基金都處理不好 再成立新的基金 結果還是一樣 第二個 他成立新的基金 因為他們費率出來 他寫22% 對不起 沒有 你不要再插嘴 那你講錯 我講我的 說我錯的 第三個 如果這個成立新的基金 那就舊的基金 就現在這個基金就是說 我們的退休的 43萬個老人 已經退休的人 加上限制的62萬人 軍公教人員 要由現在限制的人 承擔所有的責任 也就是說62萬人 要承擔105萬人的老年經濟生活安全 而且照他的費率 他要十足繳納 坦白說 100塊交44塊 我將來還要健保 還要繳稅 62萬人去承擔105萬人 他已經在扭曲於我們的主張 叫做社會保險 叫做斷水 社會保險 就是世代負擔 世代負助 世代負擔 世代負助 就是這一代養三一代 三一養這一代 互相幫忙 可是他現在把它解釋成 有年輕人領不動 年輕人將來不要交 年輕人有權利選擇不要交嗎 因為我們社會保險 是強制要交的 第一個 法條規定的聽說 政府負最終幾乎保證責任 不會有一個領保 譬如說我說農保 基金是零 那有沒有一個農民 沒有領到錢 沒有領到錢 是 所以我覺得 就是最終幾乎責任 最終幾乎責任 所以不會有一個 年輕人領不動 但是他們一直在強調 不不不不 沒有那麼把握我 一百一十九的事情 每次都要把握我來 我覺得很不道德 你不要操作 但我講完 我說今天又在恐嚇年輕人 然後挑動是在對立 坦白說 如果真的是基金出現困難的時候 我們重新調整 因為剛剛講那個費率 因為那個是個精算的市值費率 然後我們精算會因為 變相的改變 參數的改變 那這個參數是什麼參數呢 就是費率 以後都不用算了 幾乎率 投資報酬率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制度的調整 那這個調整之後 然後譬如說那個平均於命 譬如說我們那個精算報告 把我們的軍控家人 也算到活到93歲 那就加強了那個長壽風險 那加強長壽風險之後 它的負擔就重 基金給壓力的大 所以我們希望它回歸正軌 究竟我們軍控家人能活幾歲 我們算過了 就是說 對 大家現在回歸到身體 但是它一直是國際的 那國家是大家 那來西哥我問你一個 因為你腦筋很清楚 我不清楚 我被他搞得不清楚 沒有 我看你還蠻清楚的 他提到那個當年的提波率 如果現在要17% 你只提波的8% 好 那這些人因為提波不夠嘛 可是現在還是領了嘛 你還是領這麼多 我們現在要檢討的過程當中 這個難道不要動嗎 好 我現在不合理的 來 果然你聽得懂嗎 如果他當時提波不夠 你現在要領這麼多 可是你現在你要改革 我新的一代 你要提波到40% 我要進入新的制度 所以剛剛莊老師說 我建議把新舊 舊的部分 你這個大水庫 你自己去負責 新的部分 訂定費率 大家一起來負責 那個提波率要讓它夠 欸 他講的有道理啊 怎麼有道理 這塊不要去面對嗎 我火力就是保險 你如果現在退下來 我買了很多 六萬塊 你當時提波不夠的話 現在你少領一點 我買了好幾個人的保險 你不應該嗎 我20年買了幾個 好幾個人受保險 當時的利率高 算給我8% 10%的利率的保單 你那麼有錢買那麼多保險 今天變成是要2% 1% 然後保險 我已經成績位要進去 他說李先生 你當年是10% 8%的利率 算那個基礎保單 那個insurance policy那個保單 現在的利率 你要補交那個差額費率 第二個要不然你就減少給付 你會答應嗎 會嗎 你告訴我會不會 我會嗎 怎麼會不對 一樣是保險 我例如說 保險叫你繳2萬 你只繳1萬 所以不能這個樣子 他講的關鍵 當初要繳2萬 現在只繳1萬 我要繳多少是你制度告訴我的 這些老人 比如說我在講 你們原來制度不能定就是 大家都想順以寄完好 當初定好就是不能動 我現在很多人講 以後可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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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就公平 不是 我講不公平 假如是這樣的話 這個是商業保險 不是社會保險 不是啦 因為社會保險是政府的責任 那你假如是純粹用商業保險的考量 那如果倒了 一百空兩年就倒了 不會啊 那種多啊 那倒了你你不到錢啊 以後你現在講 不是 這個是一個保險 保險公司會倒閉啊 我現在舉例 吳老師 那個吳老師提早退休 他按照國家的法律規定 因為他去年前年退休了 然後要在國家法律規定 吳老師你已經退休了 按照國家法律規定 退休 然後開始領錢對不對 那你要溯及既往 那我們很多軍人老是說 奇怪我按照國家法律 這樣規劃退休生活 那你說溯及既往要減 那可不可以我溯及既往 我就負職好不好 既然要負職嘛 要溯及既往 我們就溯及既往 他55歲退休的時候 你到60歲你之後要改變 那我說我們溯及既往 我們回到55歲那個官職 那個待遇補發 然後我們就重新算起 可不可以 不可以嘛 人生不能重來嘛 他在生命中過了 我一句話回應 人生怎麼可以重來呢 這個萊希兄 你把幸福人壽領了很多 腳的很少 幸福人就倒啦 對不對 假設啦 那古華人壽有沒有誰擺蛋 那你其他的這個政府 你這個 保險倒啦 接下來不是就政府倒了嗎 因為政府財政現在的狀況 看起來就 大家把所有的數字都拿開來看 我們剩下檢視 剛剛這個全教總講的 2.7兆是新制耶 救治還5.6兆 救治是預算額度類的怎麼會是在呢 5.6兆 潛藏負責是罰 那額度類的你們都當過行政規 怎麼不知道呢 加起來8.7兆 對那是錯的 他講的是還是新制而已 沒有講到救治而已 救治是額度類的東西怎麼是在呢 大家講的非常激烈 我們看看 這邊講的是 新基金能是確定給付制 但是最近這10天 有多少的那個mail 拼命講全教總主張的是 確定提撥制 他以為謊言講了100次 大家都會相信全教總主張 確定提撥制 有這樣子嗎 第二個 確定提撥制 跟個人賬物制是兩回事 我們看看公保 公保難道不是確定給付制嗎 他只是目前是一次給付 未來有設計有年金給付 但是對不起 他的所謂的接近諸額提撥 他也不是個人賬物制 所以不要把不同的制度講 第三個 各位看到 全教總是以會員代表大會 作為決議機制 不是有哪一個人說的 然後呢 101年9月22 那時候是馬總統當政之外 蔡英文那時候不但不是總統 連黨主席都不是 這個案子為誰在備股 為誰在出賣 怎麼可以這樣子亂說 最後一個 17.9% 然後是建立在7%的獲益率之下 各位都知道 88年6月30號做基準的精算日 對不起那時候是用7%當基準 貨益有辦法達到7%嗎 大家回頭看看 做不到的時候激動調整 坦白說 到12%之前我們完全沒意見 所以8到12調整得很順利 到了95年調整成12%了 對不起 那個缺口不是一層兩層 或者是三層而已 他的缺口是六七層 缺口的六七層 所有的鍾太老師問我說 鍾太老師 我們再攪進去叫做泥牛入海 就是有去無回 你告訴我 提到15%我就安心嗎 所以我們當然要求 要不要做切割 如果不做切割 我怎麼去說服中庭再說 你們繼續攪 他當然會質疑 會不會你們幹部都有這個私心 所以我們要求 該封存來處理 責任比較清楚 就這一段已經清楚了 然後未來的做樸素一點 但是大家確定 這是健康的 不要再做夢幻比 那這個是一個負責還不負責 我們用我們的會費 去做研討會 去開兩次會員代表大會 那個時候蔡英文不是總統 不是黨主席 那個時候總統叫做馬英九 為什麼現在可以 道英威國變成是 我們配合民進黨 我101年如何配合民進黨 聽起來都埋心說 不是我先講 你講很多了 你換我很講一講 你講 因為我現在要問你一句話 你憑什麼你這麼堅信說 這個政府不會垮 五兆多你還是領得到 法律在哪裡我領得到 我就一直覺得很奇怪 中國那邊有一段時間 發不出來開紙條白條 你總聽過嘛 你當公務員總聽過吧 到最後政府發白條給你 等到有錢再來領吧 你難道有這麼堅信說 因為法律訂掉 你政府會給我錢不行 你不給我錢 我再十萬人到你總統府去討錢 你不能這樣子啊 負債累累 我們今天加薪比薪 我剛剛聽雙方都有講 都滿心酸的 可是有一點我站在你的立場上 考試驗歷練的精算這些的 站出來 考試驗的這些官員們站出來 你今天搞的精工教 大家這樣不平 那你們到底要幹什麼 你提布精算出來 為什麼會收不到這些錢 你不要以為說 怎麼一講到年輕一代 你就假設認為是個挑撥 找到挑撥 不對的 我當然舉國民年金給你聽就好啦 我是領國民年金 國民年金要繳得越來越少了 後面人認為說 我領不到 我貴子幹嘛還要繳 這個比例上越來越少了 你不要以為說年金 為了污名你們 沒有 你要將心比心嘛 我剛剛為什麼開座民意講 你們都是國家精英 當年你們在做的時候 吳宗教 社會給你們多大資源 你不要光講說 我一個月三十天沒有回家 當年國家給你們多少資源 你今天有皇子 但是他們對國家社會有貢獻 這也是確定的 對 這是確實 這是確定的 可是因為那個年代 國家資源都給這些人 你們的精英 中英部都給你們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 都有啦 今天在座的你們還在 你們買的皇子 你們的皇子呢 那國家資源也 我們花錢買的 對 我們有配劇社 你聽我講 我自己花錢買的 就是你有錢花錢買的 你像年輕人現在 你買房子買不起 那不是我的錯 房價太高 年輕人買不起 那不是我的錯啊 我意思是說 國家資源都有給大家的 現在國家面臨這樣一個 幫辦的時候 要站出來 站在國家立場上來想 不能再講說 我這個一毛錢都不能錢 法令訂在那裡 你該給我就給我 那如果真的給不起的時候 誰負擔 不是你們 現在我們 國家資源給他們 這些國家資源 有這些錢 這經濟成長打拼的結果 對啊 勞工對國家也是有貢獻 你才有這些錢 來做這些軍工 這樣人員的福利 我修正 這不是國家資源給我們 這是法定給我們的 興奉吉利 那還是來自國家的資源嘛 不是福利 不能這樣講 我不是講你的現在 這個退休機跟年金 我是講你在成長過程上 你的努力 我們知道你的貢獻上 可是國家付出相當的資源 來栽培你們這些人 今天你退休了 國家現在原則一把錢不少 那我們這些普通人勞工 那我們拼命幾十年 我們為什麼就少了呢 來這把火會持續的燒 9月3號燒了之後 會不會一直燒不完 我們來看看 面臨到溝通 但是溝通的結果呢 竟然全面性的群眾 跟群眾之間的對立 到底怎麼去化解 來看行政院的場合 為什麼詹長權教授 他會語重心長說出這番話 之前難道都不知道 跟這些公民團體溝通嗎 而現在也是因為溝通不夠嗎 才可能會有9月3號的第一場風暴 展開十萬人大遊行嗎 來看行政院大現場 來繼續為我們討論 很多人在搖頭的就是 為什麼都是這樣在做事情 為什麼簡單講就是 對的事情都沒有很快的做出來 那做出來的很多都是錯的 這個跟公民團體的對話 如果繼續持續是這樣 每個人來都要長邊大路 好像中間就有很多的過程 沒有啊 這個很多是在部會的城市 就要去吸納 可是過去完全沒有 上任之後 也沒有各部會去找 你們來談一下 再怎麼忙 也應該這樣吧 都不用 然後你就進入那個體系裡面 然後大家就 你把這90%就聽原來的官僚 有的好有的不好 但是你總要聽一點 這麼多的公民團體 為什麼讓台大的詹長泉教授 長期在關心台灣這塊土地 他會與眾心常說出這番話 之前沒有溝通嗎 而現在年金的風暴 也是因為之前沒有溝通嗎 導致9月3號之後 一場一場的風暴會燒不完嗎 來首先我們歡迎前熊三飛彈的總工程師 那麼張誠大哥加入我們討論 大家好 好歡迎鄭新聞大哥 大家好 來我們看一下為什麼 大家會問的是 我們稍後還要回到各位的 這個改革的道路裡頭 會不會群眾之間的對立反而是擴大 大家要問的是 在昨天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戰車翻覆呢 來這個張誠大哥怎麼看 關於這個戰車翻覆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想起來是滿痛心的一件事 我先講一個 也許不是直接跟今天這個打結論有關的 一隻小白狗把軍中翻成這個樣子 大家鬧成這個樣子 我們三個人死亡了 沒有人表達任何的悲傷 我覺得這一點 對這個軍中的氛圍是非常傷害的 我是個軍人 我雖然退我了 還是認為我是個軍人 我覺得這個社會這種氛圍 對軍人的傷害是非常大 我想從這一點 我們先談談這個戰車翻覆的事情 從這個看板上來看 看板上來看 這個戰車 這個是翻覆到水裡面 然後這個戰車的逃生口有四個 可是這四個逃生口幾乎都被堵住了 只有那個駕駛員出來 那按照新聞上面所說的就是 原因第一個 剎車失靈方向盤無法控制 那以這個原因來講的話 從我的經驗來看 這叫做保養不收 保養不收 可是我們知道說在我們軍中 其實非常重的是保修維修這件事情 就像我們車子 我們有的車子 我們應該做1萬公里保養 2萬公里保養 其實我們非常重視 我們不希望車子發生事情之後 我們再說我們保養做得不好 那既然都做了 為什麼會發生事情 那我現在偏向就是說 是一個機械故障的原因造成的 那如果今天這件事情這樣造成的 那我們要怪誰 剛剛有前輩提到說 是不是把那個駕駛兵拿出來說 是他做得不好 所以怎麼樣 我覺得這都不是解決問題的方向 我覺得現在軍中出了最大的問題 那是士氣問題 為什麼要講這士氣問題呢 士氣的背後呢 士氣就引發紀律的問題 可是士氣為什麼不好 那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今天在軍中所待的人 他今天為什麼還肯待在軍中 那剛剛提到說 在討論年輕問題的時候 我在旁邊聽 我聽了有些 有一點感慨 有一點感慨 為什麼我還要待在這裡 有什麼東西可以保障我的未來 我將來可以怎麼樣 我現在犧牲這麼多 剛剛我聽到吳學長講說他的過程 吳將軍特別提到他的感觸 他的境遇 我雖然比較幸運 我一畢業就風化到中山科學研究院 好像是上下班 我太太說其實你好像不在家裡 我們去做測試 就做演習 做實驗的時候 我也不在家裡啊 我一個月有半個月就不在家 我們那時候挑燈夜戰 做天工 做IDF 做雄風 我們也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現在國家到底給我們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的後面 是我們現在軍魂在哪裡 什麼是軍魂啊 就是責任跟榮譽 但是演習是一個對國家來講是必要的 這時候即將要登場的漢光演習當中 有一個大家所矚目的就是 要血碎即將要封六個小時 有人在問真的有這個必要嗎 他背後的戰術考量是什麼 在我擔任熊山總工程師之前 我將近五年以上的時間 我在從事一樣工作 叫做兵推模式模擬系統的建立 那時候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以前我在比較年輕的時候 常聽到施對抗 迎測驗 下基地 我那時候非常辛苦 我們那時候慢慢經過 我國軍的慢慢的演進進步之後 我們的概念是這個樣子 我們能兵推就兵推 能夠做模擬就模擬 然後我們用所謂的 我為什麼要做施兵推 就整個軍隊結構上有兩部分 一個叫訓練 一個就是作戰 作戰呢在所謂的部隊裡 像是演義沒有真的作戰就是演習 演習 那演習一路過天道 都在演習的部隊就不要訓練了 訓練很重要 可是我們要用兵推 用兵棋推演 用模式模擬 來找到我們現在整個 國軍的戰力結構到底怎麼樣 哪邊有問題 我們曾經把中山高 封閉過六個小時 好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實驗一下 我們在那一次呢 就在那次演習的時候 我們IDF兩架 AF16兩架 泛向機兩架 在高速公路 嘉義那段 水上那段 下降 補級 重新掛彈 起飛 為什麼要做這個 我們要測試一下 我們部隊這方面的能力度 其實那個時候 南韓可很興奮 他們還派人來觀摩我們怎麼做 因為這個 在所有的機場都被摧毀之下 我們還有高速公路 做所謂的備援 戰備跑到備援 那個時候 我們也是封了六小時 經過那個兵推之後 我們就知道說 原來我們在模式模擬 經過實兵推演之後 原來我們在模式模擬 軍隊哪兵參數是錯誤的 哪兵需要調整 我們只要調整我們國家的 結構跟戰力 或者補級該怎麼做 事實上類似這種情形 除了在高速公路之外 我們在每次漢光遠行的 紅南軍隊通常散兵 就是陸戰隊我想 陸特戰隊都是有紅軍的 他空降 有一次空降在那個清泉岡基地 清泉岡基地 我知道 那在那次空降裡面 我們特戰隊有紅軍 守衛軍有藍軍 我們來測試一下 我們守衛軍跟 就是我們特戰部隊的訓練的成效在哪裡 是不是達到我們的效果 所以這個來講 現在我們首都保衛戰裡面 首都保衛戰裡面 雪碎是個很重要的一個 要考慮的因素 是 這是雪碎封六個小時 這個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這戰術上的考量是什麼 我這樣講好了 雪碎它提供了 東岸跟南洋地區 就是宜蘭平原到台北 甚至到新竹的一些便利性 反過來講 如果今天有軍隊 敵軍 紅軍 在東岸登陸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也很便利 反過來講就這個樣子 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戰術上 要做什麼的作為 就是這次要驗證的 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這個雪碎 兩個軍事術語 一個叫做兵力轉 反用 當南洋地區 就宜蘭 有敵軍登陸 或者空降的時候 我把台北新竹的兵力 怎麼調過去 要用雪碎 那是不是要用一個 完整的戰車營 或者裝布營 那個是很長的一個重隊 要開過去 所有干擾要排除 試試看多少時間可以通過 如果敵人空炸了 雪碎的某一個段落 我多少時間可以修復 這是我軍的使用 南洋地區如果沒有敵情 這邊吃緊了 我在宜蘭 花東地區的兵力 可不可以利用雪碎過來 要多少時間 要實際跑過 驗證一個數據 再來用這個數據回頭 修正明年的 固安作戰計劃 這樣才能確保台灣 在遭遇敵人攻擊的數的安全 觀眾朋友在關注 在這些相關即將登場的漢光演習的同時 報告這兩天 我們特別讓大家去關注 就是國際國造 2020年拋出這個可能會量產的問題 其實我們告訴觀眾朋友 新政府在執政即將滿100天 不是說都沒有在做事 但是很多的火 的確同步都在燒 那在燒的同時 比如說像今天萊希哥來之前 我就跟他請教了 今天這個台鐵在928 他們宣布了 要加班203列次 那宣布之後呢 我們看駕駛工會 嗆瞎退洗抗議 根本就認為你台鐵是在擺爛 包括年金的部分 好像是疏於溝通嗎 還是說我們的國家元首的決斷力 還是說我們行政部門的執行力 是有問題 萊希哥來 其實我是覺得 剛剛從那個血稅的案就知道說 其實就是專業來治理是最重要的 今天聽他這樣分析是有必要的 可是因為民粹的關係 就造成一些困擾 假如今天我們國家的主政者 都能夠用專業的態度跟精神去治國 來處理政務 其實問題就不大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有些民粹 那我們用嘗試在治國 比如說剛剛提到的 我們包括你講勞動政策 其實我因為在勞動部上班 我今天在有工人協會 不太願意談這些 就勞動政策今天推到這個樣子 不是只有蔡英文政府 包括馬正武時代的這些政務人員 他們在推動勞動政策的時候 有沒有用專業的思考去 還是只是為了依附到民粹或者民情 哪些人聲音大然後就往那邊靠 那個社會氛圍是怎麼樣 比如說那個 我們齊邁先生應該知道 要輪流討好一些人 對 就是比如說 國定紀念是七天 國定紀念是七天 國民黨只在把它拿掉 又來回來回 搞到現在沒完沒了 為什麼 其實當時那個政策是滿單純的 就是說國定紀念是七天 那你就分別檢討這七天的必要性 妥當性 比如說蔣介石的生日要放假嗎 國民黨說不要奇怪 現在民進黨說要 然後現在送去又被查 自由時報今天的社論特別提到的是 新政府的因應措施 不是優柔寡斷便是冒盡屈服 而且他特別提到呢 作檢制服早有跡象 台灣社會不是沒有人才 蔡英文卻偏好老男男文青木了 年金改革明知所欲 新政府別出心裁 來個龍蛇砸混的委員會 被改革者借機大唱反調 將來如何收場 不敢想像 來 齊麥怎麼看 他不敢想像喔 你們已經燒了這把火 叫做年金改革 我想誰是龍誰是蛇 龍蛇砸混的委員會 不知如何收場 來 齊麥怎麼看 今天大家吵著熱熱鬧鬧了 也許是上萬人 也許是五萬人 也許是十萬人走上街頭 但是大家其實 必須面對一個狀況 就是台灣的一個主流社會 大家所對於改革的一個期待 這個是沒有辦法回頭的 我也承認說 民進黨在這些改革的 一個步調裡頭 我們有一些做得不好 像剛剛在講 一利一休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許在某些情況 是做了一些誤判 你們看到真長權要受 也許做了一些誤判 沒有 這個我承認我們的錯誤 應該多一點溝通 所以我們在臨時會的時候 我們就檢討說 好 那這個部分 假如有溝通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有 即使被罵的湊頭也願意 那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配套 做得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回頭過來檢討 所以我們在反省 我們在檢討的過程裡頭 也許是跌跌撞撞 但是至少 面對一個民意對改革的需求 我們的態度是很清楚的 好 方向是不是真的很明確 我相信慢慢觀眾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來 吳老師怎麼看 我們就來看司法官跟政務人員 這一次被批漏的資料 對不起喔 從民國94年到102年 我們沒有看到扁政府 也沒有看到馬政府 摊開這些資料 坊間傳聞很多啊 我們在聯金改革的第二次會議 6月30我就正式提案 改革不應該有對象的選擇 還有改革的時候不要只改人民 不改官署 例如你管那個所有退休金的 不管是勞退 或者是公務人員退付 你那個機構應該改造 難道20年證明你是對的嗎 不對的就應該進行改造 所以官署也是被改造範圍 請問這個原則不對嗎 就是因為這樣子 包括其他人的建議 共同促成了 他在報告的時候是無所保留 無所保留裡面資料 當然還有些必要做釐清跟核對 但是現在司法官的人被拿出來了 檢視原來憲法的終身制 所以你沒有另外有一些退養金 他到時候一直接案 萬一影響審判品質 那影響人民的權利 所以這部分相加98% 但是98% 如果我們人民認為還是太多 拜託你走下審壇 讓大家多少改一些 過去兩三次都沒有改到 那這一次要不要檢討 我們全力支持啊 所以攤開資料對大家是好的 另外一個政務人員 兩個多年前我也看到很多的傳 傳來傳去 說政務人員是一個僥倖 我說這樣的事情 我真的是忍受不住 但是我們都知道 政務人員退職撫恤條例 在92年通過的時候 那是政務人員都罵死了 為什麼罵死了 因為以後不能事物該相結合 因為他的給付會減少 但是有些過度的人處理了 結果這個人數或者是金額 接受大家檢視 他是不是最大的影響 那他要不要接受改革 我們贊成全面改革 贊成全面處理 是 你們這邊一直強盜 你們聽到很多年輕的聲音 吳將軍 你們這邊沒有聽到年輕一代 他們的恐慌和憂慮嗎 我聽到很多年輕的聲音 他們憂慮什麼 我講兩個事件 政府參考 我想委員帶回去 告訴國防部 第一個 年輕人不願意來當兵 這個聲音多可怕 我們去查一查國防部資料 專業軍官士官班次 就不是鄭其生 專業軍官士班 已經二招 就招了第二次 還沒有招滿應有的額度 自願意士兵 根本達不到招募的標準 我講實話 這個自願意士兵士官 這些興奉 已經加得很高了 兩黨相互拼命加 我也很贊成 基層嘛 士兵待遇高一點 高到什麼程度呢 招進來一個 退伍的時候 國家多負擔九萬塊 就現在一百年到一百零 四年只以自願意士兵 來這四年退伍 國家已經邊預算 邊了二十點幾億 這是國防部的報告資料 都已經到在這種現象了 福利好不好 真的不錯了 一個士兵 一個士兵 他如果分發到金門馬祖外島 一個月還有一萬塊外島加急 將近四萬塊的薪水 怎麼會不高呢 那請問 為什麼還沒有人來 這是年輕人的心聲 而不是所謂的 世代剝奪說 你們將軍領太多 所以我們不願意來當兵 這個是完全錯誤的認知 謝謝 恭喜謝謝大家 不好